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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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学习的话是在疫情期间之前我们申请的这个墨尔本大学这个学校 后面我们是遇到了疫情 我们的Cathy同学其实也是经历了一段线上的网课 是一年半的时间是在线上的 有很多学生跟我吐槽说学校的网课特别难读 然后呢考试然后还是很难的觉得经常被挂掉 Cathy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上网课的经历包括你线下来到墨尔本大学 你的一个就读的感受和体验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线上和线下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你跟学生跟同学跟老师的互动是不一样的 就是像线上的话因为我们有很多是小组作业 小组作业的话那肯定是线下面对面这样沟通会更好 但是线上如果说是沟通及时的话也没有问题 那你们线上沟通的话一般是通过哪种形式去沟通 通过哪一种软件或者是怎样去沟通这个问题呢 这看我们新小组的一个同学的一个背景 比如说他是就我们都是同胞中国人的话 我们就有微信子群这样公众起来更方便 如果说我们群里面有当地的同学的话我们会用WhatsApp 或者说直接开Zoom 那么你们这个分组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灵活的 这个分组的话也是同学之间可以自己去合的 那么你们班上的话中国学生多吗 还蛮多的也有其他国家不同的同学 有来自日本韩国呀包括当地的学生印度尼西亚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international的一个班 跟中国人沟通或者是中国的同学沟通 你会觉得好像语言方面比较方便啊 就是大家思维会不一样 但其实假如说你能够跳出去或者说跟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韩国啊印度尼西亚的同学跟他们沟通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收获到不同的感受和体验 对你在收获到学习知识之外 然后你还可以收获到他们的一个讲话的思维 他们的一些语言的特点 然后我们就要去适应对方的一个口音 这样子蛮有趣的 我觉得是考虑事情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学生他学用教的 然后呢他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小伙伴同学 对因为是teamwork嘛就有discussion 他们就真的会有各种不同的那个看法和意见 但是呢其实可以让大家彼此都收获很多 而且莫尔本大学这个项目 您说可以自己组 老师从来不会说就是给你分组 谁会谁一组 都是让我们自己去组 像莫尔本大学他们这个是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的话它的考核各方面是一个怎样的节奏呢 我觉得考核还蛮严格的 但是这个严格并不是说让屏幕面前的你会觉得 这个学业很重或者很难毕业其实不是的 一会儿我会分享我就会去拿高分 我觉得我的成绩是在从第一个学期到现在 一直慢慢在提高 现在是稳定在h1就是80分以上了 上一个学期的平均分是88分 我觉得还是蛮有发言权的 80分以上就是h1的成绩 那么这个成绩的话其实在澳洲是非常高的了 然后莫尔本大学像这么好的学校 它其实给分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我刚才跟你私下聊的时候 听你说莫尔本大学这边 找有资格去写这个论文 你还必须要80分以上 80分以上是h1的水平才有资格去写论文 但是这个我觉得并不难 咱们班上线有几个名额可以去写这个论文 我们这一学期一共14个同学在写毕业论文 其他同学 其他同学可能是80分够了 但是他不想继续再读博 他就会选择不去写毕业论文 因为其实写毕业论文还是蛮有挑战性的 你自己去做整个的研究 前期的调查 然后数据分析 收集数据 数据分析 然后最后再去总结 然后把落实到纸面上 其实还是蛮有挑战性的 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怎么去考核 其实考核还是多种多样的 不同的科目考核方式不一样 有纯写论文的 纯写论文的话 比如说这一门课的话 他写论文大概有几个论文的作业 有的起来是写论文 从开始的第三周 再隔三周就这样 每隔三周都会去写 最后会写一个比较大的论文 写的东西非常非常多 那这个学业压力还是很紧凑的 因为我知道写一篇论文 你其实要看很多文献的 必须要看文献 你说的这个点特别好 就是看文献是老师评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他要看你是否做了广泛的阅读 他这个是直接决定的分数了 然后除了看你是否做了广泛的阅读之外 他还要看你是否把你所做的阅读 有消化总结整理 然后很有条理的把它写下来 对 它不能直接搬过来 你要去融入自己的理解把它写出来 而且你要体现出你的批判性的思维 就是critical thinking 太重要了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做留学嘛 就是做这个行业很多年了 提到说国外的学习 经常说什么critical thinking 那么critical thinking到底是什么 对有一些人来说 他觉得这是非常宽 特别大的一个话题 就是不实用 没有用 但实际的话 我觉得他给到我们更多是思想上的一个启发 包括看待事物的一个眼光 我们就可以打个简单的比方 二日这边他给分是给的很严格的 同样一个问题 其实两个学生或者三个学生 他的那个答案大致方向都差不多 但是有的就是给你刚几个 有的给你fail 有的给你高分 对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除了就我们刚刚说的要大量的去阅读 然后让老师看到你的用词啊 你的表达 确实是你真的读过了 而不是我们再跟一些大白话去说 再一个就是组织这些语言的能力 组织你所读的所有的内容的一个 底部的一个支撑啊 就是批判性思维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然后是我在一个文献当中看到的 也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一个研究 就是讲第二语言的人 他在讲母语的这样一个国家的环境中 还是坚持在讲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母语 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那可能是因为他确实就是 英语的这个水平不够好 然后就导致了他可能没有那么那么大的自信去讲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就是想保护自己的这种 讲母语的这样一个身份 他就认可我 比如说我是中国人 我就是要去讲中文 我可能我只是在学校里面我要讲英文 但是平常我还是会坚持讲中文 对 因为我要强调我的这个identity 这个身份 这个身份是从骨子里面的那种身份 你是从骨子里想去保护他 对 他不想破坏这种 identity的这种肯定 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在里面的 比如说有的学生他会在上课的时候 和老师会有英语 但他可能在平常和同学的时候 他还是会用中文 包括在讨论学习内容的时候 他还是会用中文 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常见的 就很多中国留学生回国以后 或中英文的讲达沟通吧 有的时候呢你进入到就是你可能在一个 语言环境或是你在国外留学一样 对 你就习惯他那种顺口而出来 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更方便 思维里面 思维里面就在那个东西 你会用后我这个词可能就更方便一点 对 其实就是为了表达的方便 这样如果用批判性思维的话 我们可能就不会批判说 这个人就是崇洋的明白 或者就在转着的英语 然后我们还是要考虑到 从他的experience 从他的经历这方面去考虑的话 那我们就豁然开朗 我们就理他为什么会这样用 我在和我的同学去讨论学习的时候 我就是中英文夹杂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专业术语对应的中文是什么 或者说你会觉得用英文的方式 表达会更贴切一些 更贴切更高效嘛 对 所以像这些的话就是一些批判性思维 就是你如果去看待这个问题 你从多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并不是说去给一个大概方向就行了 而不是直接去judge他 那怎么去培养这个批判性思维 已经是在大量的阅读中 就是文献里面在分析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学习到从A角度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从B角度是一个什么原因 那不同的角度考虑 你做出的这个决策之后 那大家的后果又是不一样的 就是方方面面都会考虑到 所以国外的话 其实更多的时候呢 它是需要你培养自己的思维 但这个思维是在你吸收和接受了一定的教育 包括一些知识之后 你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的 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和概念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这个critical thinking的话 很多时候能够让你看事情更加全面一些 然后 对 其实你的包容性也都会更长 包容性 光是在学习中你用到critical thinking 你和人沟通啊 你在看那个事情的时候都会用到 这一套里面对于你的学习 觉得还是非常有作用的 我觉得非常有作用 之前的话你在英国那边 也学了一个管理的这个硕士课程 也有这方面的critical thinking的一个培养 我觉得任何的教育吧 包括在国内 我相信也一定会有这方面的培养 对 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国外这个方面呢 可能用到的教学模式里面 会全部都套用做的模式会更多一些 因为你写论文的话 就是看你有一个强大的理论的支撑 然后在这个支撑之上 你可以去进行创新思考 对就是对 你必须有这样一个critical thinking